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历史上最神秘的三个朝代,没人讨论,没人书写,没上过电视剧。 简而言之历史就是人类的奋斗史,也是一部国家日记,在古代,统治者命人,将当时发生的重大事迹都记录下来。 这样就可以让子孙后代以史为鉴,可以更好的统治和治理国家。 我国古代有很多朝代,发生了奇闻异事,这些也成了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的影视剧中最好的素材。 但是在历史,剧中,有三个朝代始终没有出现,小编今天带着大家去一看究竟吧。 第一,一锅乱炖的五代十国。 五代十国是大唐盛世后的一个十分杂乱的时代。 唐玄宗因为宠爱杨贵妃,整日沉迷于眉色中,疏于对朝政的管理。 这也导致了朝廷对地方势力管理的减弱。 唐朝中期地方节度时开始自立门户,终于爆发了赫赫有名的安史之乱。 后来虽然这次叹乱被平乱,但是地方势力足以与朝廷抗衡。 最终形成了五代十国,而且当时的朝政更迭很快,史料对于这段历史也显有记载,因而很少出现与五代十国相关的历史。 第二,一统天下的元王朝。 元朝不常出现在荧幕上,完全是由于客观原因。 元朝作为蒙古人建立的政权,在古代的史书中,一直都不是正统,所以这在史学界也是众说纷纭。 甚至有人对元朝的统治,也是心存疑虑,对元朝的服饰、风俗,都不是很了解。 因而这个王朝,嫌有人谈及,留下的史料也较少,因而编剧很少写和元朝相关的影视作品。 第三,魏晋南北朝时期。 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少上荧幕,完全是自身的原因。 司马一寸位子里为王,北齐皇帝荒淫无度。 这个时候可以用礼崩乐坏,甚至后来的末代皇帝智商,都是或多或少存在问题,因而这个朝代人们,都不愿意将他搬上荧幕。 小编在此总结一下就会发现,没有上过电视的王朝,基本上都是乱世或者不。 正统,关于他们的记载也较少,没有讨论自然也没有吸引力。 当然了这也只是小编的一家之言,各位对此事如何看待呢? 欢迎在讨论区留言。 谢谢大家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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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